2016年,首量100%纯电动大巴抵达智利 这一举措属于传San Diego公共交通系统替代项目试运行的一部分 是智利能源供应商和分销商Anno公司与比亚迪公司联手合作的成果 在智利政府的支持下,Anno公司获得了圣地亚哥市的无偿贷款 用于租赁BYD K9C大巴 市政府专门为此推出了途经市区旅游景区的免费环线 将这一杯视为未来主义的高科技产品演成了日常食物 为人们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借此机会,比亚迪证明了电动汽车的可行性和优势 在智利开启了电动汽车新时代的大门 与此同时,为了应对圣地亚哥公共交通领域面临的新挑战 比亚迪将联合Anno与智利传San Diego公共交通系统运营商MEDBUS 一同推出专门针对智利市场需求的电动汽车BYD K9FE 交通部2017年5月发布的公告称 传San Diego系统的下一个招标将包括至少90辆100%纯电力运行的公交车 这使得智利成为南美第一个将技术变革 引入公共交通系统的国家 从而为BYD K9FE的到来 创造了理想的环境 该大巴在2017年8月进行了适应穿San Diego标准的改装 两个月后,第一批汽车抵达智利 并于2017年11月14日正式投入运行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共交通系统中的两辆新型大巴 由比亚迪专为智力市场而设计 往返穿梭于圣地亚哥市内 而不产生任何污染 比亚迪再次成为引领世界电动汽车行业的先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